入行以來都有很多令我們很經典的場面 包括一些經典再經典的造型 還有一些令我們打冷陣 真的要說一下 不知道我們十年後再看現在的樣子會否打冷陣 可能會覺得不太適合來的時間或者潮流 但是最起碼現在我們會有一個心機 會度過想過 我當時也有度過想過 也有的你不要覺得我會 所以我們這次選了幾幅 一些我們覺得是入行以來最經典 而最令我們打冷陣的造型 你開始先啊陳先生 你說你自己一向的造型都很好 我自問我自己入行的時候 我的造型不太好 我要先說這幅 陳先生這個造型現在應該很甚少會見到他做的 如果現在有人要求他拍一個這樣的鏡頭 除非是一個故事那套劇是很需要 或者是那個廣告是賣某樣東西的 如果不是 重點是甚麼 你這個自願做的 不是的 那時候他們說北京有個後花園 那裏有潭水 要懲罰在裏面游個水 游完水之後一定要洗澡 所以在現場洗澡 但是為甚麼是 嘴唇又要這樣擦開 因為我自己喜歡乾淨 所以洗澡的時候都很享受 這個經典造型會不會再在我們YouTube呈現到呢 有啊 之前我接你下班之後便洗澡 哦 但是整件這麼多了 不是都ok fit 的 這個幾年前啊 2008年 哦 哇12年前 12年前 Oh my god Oh my god 12年前 剛才我穿泳褲 我覺得正常的 這個呢 就真的是很不正常 那擺明我是假裝某個年代的人 啊 很雍容華貴 很雍容華貴 超級昂居 唉 這個造型 事關是這樣的 剛剛入行的 每一位新的女生 或者剛剛選完美的女生 每年TVB都會有一個 叫那些什麼 花展 也不知花偉展 在維園的 那大家就要有不同的打扮 然後呢 就在那裏 被人拍照 拍個幾兩個小時 那樣的 被誰贏啊 有很多fans 或者是一些拍花的人 或者是一些 業餘攝影的人 都可以入場拍的 做一個model 給人拍 其實呢 當時我接這個通告 但當時已經是贏了 華耀小姐的了 你覺得你有得選嗎 什麼贏了 沒有什麼 沒什麼分別 這件事很不美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剛剛選完華姐 拿了冠軍 整班姐妹 給人拍 這件事我覺得很不美 但是 要多謝公司給機會 也是的 你由什麼都要由低造起的 無論你是華姐冠軍 港姐冠軍 是的 是不是 或者是 是的 我是一份班畢業的 再加上 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總之他就會跟你說 這一天你收到這個通告 你就去化妝吧 化妝呢 已經是準備了這套東西給我的 那我是完全 無法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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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穿了這套衣服 然後就坐在車上去維園 那維園他就說 你這樣被人拍完之後 就有張證據說 你參與了這個活動 然後又再拍一輪 有些記者 然後就結束了 自問 我化完妝的時候 是沒有審美觀的 就是我不覺得自己 是的 你會覺得我是這樣 新人是不懂得去分辨出 一個漂亮妝 一個漂亮的髮型 甚至乎這件衣服 會不會太過鬆 太過緊 這些全部 新人是不懂去想的 是的 沒有想的 其實事後我看回這張照 我也覺得奇怪 但我說不到怎樣奇怪 隔了幾年後 我終於懂得說 首先 假髮和真髮兩字式 第二就是 妝很浮 第三就是 我笑了一個半小時之後 外表呆了 第四就是 唉 騎你 騎你 只有騎你 但有錢收的 我忘記了幾次 好像比表演好一點 是的 但我不知道是收錢的 我也不知道通過有沒有錢 你入行你怎麼會知道 通過有沒有錢 你不會問我這個通過有沒有錢 我不穿這套衣服可以嗎 真的不想做什麼 都青春的 都在一個美女 是的 我媽媽看完這個 騎你美女 她只是說 嗯 你是不是笑得很緊 那樣 感覺是很想入行的 你美女 那 就 說真的這個樣子 什麼造型都會試 最後選了一個 這個樣子 不是我選的 騎你造型 殺出一條 血路 沒有當時的我 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所以 有時 錯有錯隻 再說陳先生 陳先生 其實有段時間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出席活動 做事 打一條煲胎 打一條胎 就好像事情很對 但是這兩個造型 都蠻肉酸 這個造型 唯一一樣東西 是漂亮的 就是你旁邊 各位女拍檔 我 這條裙可以說 是比較 舊款一點 但是你想想 六七年前其實 穿這條裙 都蠻青春 是啊 我都蠻青春 這裡蠻美女 但是 你是不是想襯我呢 還是我叫你襯我的 是不是我叫你襯我 搞到你這樣 做紅色的衣服 裝一條褲子 做一條這樣的煲胎 你是不是某個 舊式酒餐廳的視影 好像這叫什麼 做 做 酒吧試影 或者是 一些很多女士 很想認識的酒吧試影 噢噢噢噢 strip bar 怎麼說呢 都是壞事 如果strip bar 就應該褲子沒有那麼長 對 其實最後呢 隨著條包胎 這張照片呢 如果只剩下頭的位置 只剩下頭的位置 只剩下頭的位置 都可以了 然後你 zoom out的時候 最後呢 就脫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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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下脫下脫下 才能走出來 不是 當時這條褲子是親戀了裙子 那些顏色是混合的 但是感覺就很 你了 我脫下脫下 就是你覺得是我女士 因為我選這條裙子 我應該選一條黑色的裙子 那然後你就全黑的裙子 就在出球手 出球手 下一個煲胎了 這個 好 你身邊這位女拍檔 就不是我了 像 副科醫生 副科醫生 髮型是否你自己穿的? 很無層次 而且為何要穿這麼闊的褲子? 怎麼說呢? 那時應該是… 你看朱千樹多漂亮 你穿紅色鞋襯粉紅色的衣服 那件事 紫色鞋襯粉紅色針織 再襯後面背景的紅色 簡直是新年 新年? 我真的不知道 總而言之,鞋襯粉紅色不是這樣搭配 不知道為甚麼 你最近有沒有帶鞋襯? 除了穿Tux的時候 不知道,很久沒有了 周年盲會,半年零七 即是你真的穿Tux才會帶鞋襯 現在是會找一些很漂亮的大的鞋襯 以前是找一些很小的 為甚麼?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結婚後,你喜歡帶大鞋襯 因為你結婚的Tux,我記得我們去Harrods 找了一個很大的鞋襯 對呀,因為其實這條鞋襯 應該是… 其實我都不矮小的 近年,我發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 明白到… 我個人不太小顆 如果帶一條很小的鞋襯 很不大方 所以就現在帶一些很… 很肥… 很… 粗… 我覺得很棒 例如… 這個… 例如這個… 例如這個… 很漂亮 果然關掉我之後,味道好 像大媽 都是 下去公園散步 這個是大媽的鹿 那這個就是潮大媽 Azuki 很奇怪 這套衣服的確是我自己配的 我要先分享一下 這個活動呢 我想我入行兩個月左右 公司安排很多活動出 那… 我根本上… 這個是選賣華者冠軍的 是入了行的 那我根本上都不知道 什麼是… 靚與不靚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我一向以前在澳洲的風格 都是比較ABC的 可能會穿貼身褲 加一條背心 但是… 怎麼吊帶背心呢 但是你回來出活動 太…太暴露了 太過… 簡單 太過… 沒有造型 是啊 那這個造型呢 可以是型 但是就算David Beckham 或者是外國的星 都不會… 那麼沒有造型 那麼… 不尊重的場合 是啊 就是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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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我經理人跟我說 就說 不知為何覺得我的樣子很成熟 嗯 就是我那時21歲 但每個人都覺得我好像26、27歲 就是我18歲呢 就被人說我像28歲 總之那時入行 就說我的感覺很成熟 所以要穿得年輕一點 那年輕我又不懂得去年輕 那我就打算戴頭褲啊 穿些鮮色一點 化到個妝鮮色一點 Hello kids 玩耳環 是啊 那些什麼Kruppi的手額啊 那又未知Kruppi 但你看看我的頸鏈 都會選一些色彩繽紛的 我選擇的 衣服和配搭呢 是那期都流行的 你看看我的好朋友 站在旁邊 徐淑問你就知道 其實… 是流行穿的大媽 有顏色或窄的褲 和流行戴這麼大的頸鏈 但是我認識你的時候呢 你是穿短裙仔 迷你裙白色的 高跟鞋 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做活動的時候呢 都漂亮的嘛 就是迷你短裙 不知道為什麼出活動呢 就出事 漂亮到呢 就超出事了 是啊 就是當你擺太多心機 去做一個造型的時候就出事了 你看看其實呢 德濱和Otto的造型呢 正正想想的 沒有造型 所以剛才我所說的 就算我現在這些煲胎樣 其實錯 也有個心機的嘛 他們… 但有時太多心機就出事了 很難搖 我覺得德濱這套衣服很帥 其實現在太多也不錯 它背著Hello Kitty在身上 不是啊 是美國旗 那麼多的造型呢 都不夠這個造型勁 是這個造型 都真的挺荒謬 這個造型其實是很近期的了 就是這個造型是… 不是啊 其實這個我對上一次台慶都… 哇 都四五五六年 有個故事的 故事是什麼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 因為那一天你出門口 我已經跟你說 為什麼你穿成這樣呢 你說 回去也換衣服的了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 你說吧 我就不想換鞋 換衣服 藍色的裏面 牛仔褲加針飾 就要舒服的 因為在公司坐一整天 那外面的東西 基本上是 為了可以不換 那外面的東西 就有… 戴少一點的 是啊 那件是禮服外套 皮鞋 黑色襪 那禮服的褲呢 就放在那邊 那件衣服都藏起來了 那加上這個很casual的褲 和針織呢 再加上我這個 Janesport的背包呢 就變成這樣了 是啊 那天我見你走出門口 我問你穿成這樣回公司 那會有什麼問題 回到那裡也換衣服的了 是 是 其實是對的 但是呢 我講一句不聽 不是 我離開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 隨便吧 回到公司都是坐在那裡 你看到的嘛 是 但是回到那裡的時候 那些同事就看著我 就… 真是嗆了嘴的 那我就開始有少少… 哈哈 不自在了 其實呢 就算很自信 覺得我沒有問題 我要舒服 我要戴少一件衣服 戴少一雙鞋 戴少一雙襪 我舒服的嘛 沒有問題的 但是回到那裡的時候 當每一雙眼看著你 都覺得你很… 奇怪 差點搞錯誤 這樣就有點不自在 就是女朋友說你 你又不聽 要回到那裡 被別人這樣看 你才覺得奇怪 然後呢 他前幾個月前 不知為何 找回這張照片的時候 他就說 為何你會讓我這樣出門口 我記得出門口的時候 是大家都拉鋸了一下 但是就… 我要舒服的嘛 我堅持的嘛 回到公司的時候 就… 立刻換了禮服 或者是脫掉衣服 就沒問題了 都養睡了 很可憐 但是你的頭髮還不錯的 因為看到你的頭髮是花了心思的 你應該是叫了髮型師進去幫你設定的 好像找了Paul設定的 是啊 是 這這麼多照片 教我們什麼呢 就是其實… 有時太用心 或者是完全不用心 都出事的 還有要留意多一點 其實現在可以上網找 朋友經常會給意見 是 所以就應該… 這麼噁心 這麼得人害怕 打冷震的造型呢 應該就會… 少一點有機會見 以前我是… 不知道怎樣去給心思 因為現在呢 我每一個造型呢 譬如那條裙子呢 我會真的看很多 想看什麼頭啊 或者跟髮型師談的 以前就是… 現在流行這個髮型 就弄這個髮型 但跟衣服是完全不相似的 但在一起 我們是悶到… 在家裡會穿西裝拍Vloom 你最近嘛 是 之前 是啊 我就沒有這樣的心機 哈哈 你又說不要懶的 是啊 但我決定 開始不懶了 我要拿起這個節奏 扮美的節奏 因為慢慢可以出門了 現在都要美一點 就算大肚子也要美一點 你可以戴上你的錶 來 就幫你來你的節奏 等我拿吧